大家好,我是大家老朋友,王重阳道长 今天呢,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是一只花豹呢,赶走了正在树下乘凉的一只猎狗 花豹呢,没有选择贸然偷袭 可能呢,是在内心思考,这祸皮糙肉后,一套技能带不走 把他赶走就算了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吧 当猎狗回头发现花豹的时候呢,他自己也是吓了一大跳 虽然说二哥皮糙肉厚,但是呢,花豹也不是好惹的 有一些脾气火豹的雄性花豹呢,是有捕杀单只猎狗的记录的 也有一些脾气火豹的花豹呢,他会主动攻击落单的猎狗 所以呢,猎狗和花豹在这里呢,显得都比较谨慎 两个人呢,隔空忘了一会儿,谁都没赶上 不过,从对峙的短暂情况来看呢,花豹更胜一筹 第一是他赶走了猎狗,让他从这个乘凉的树下逃跑了 第二就是猎狗呢,第一反应看到花豹呢 是往后退了十几步,然后站在那里看着花豹 花豹呢,一直采取一个比较,就是以驱赶者的一种知识来面对猎狗 所以呢,从心理上来说,花豹呢,更明显的占优一些 好了,谢谢大家的观看,再见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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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